今天继续带大家纵情花莲的山水之间 首先我们来到的是松苑别馆和美伦西日本宿舍群 花莲的大山之美无需多言 巧的是在花莲的市区中间也有一座别致的小山丘 美伦山 美伦山坐落在花莲市东侧 海拔高度仅有108米 但是却恰好成为花莲市与太平洋之间最好的屏障 在日军时代 这里因为军事掩护的考量 日军在美伦山上种植了大量的琉球松 目前遗留下来的几十株大松树 已经成为美伦山的珍宝 而美伦山一带也因此成为了花莲高级住宅区 松苑别馆 新建于日军时期 当时是作为花莲港宾室部办公室 你站在松原 很快就能明白这里为什么会被选为军事要地 它背靠美伦山 潜陵美伦西出海处 可以俯瞰整个花莲港和北冰海滩 在军事上正是极好的天然制高点 太平洋战争时期 据说这里也是日本神风特工队出发前最后饮御前酒的地方 过去这里曾经是一片荒烟漫草 流传着很多鬼故事 再加上大时代的战争背景 更加为这里增添了神秘气氛 不过现在这里已经被改造成一文空间 成为了花莲当地闲置空间再造的成功典范 不论是室内还是室外 都已经被整理成展演空间 定期有一文展览和活动 是极其小清新的地方 其实在我们过去走过的这么多台湾城市里 很多都有这种旧空间 改造成一文空间的成功典范 每去到一个城市 不妨去走一走看一看 每年最知名的11月份举行的太平洋诗歌节 会有很多重量级的诗人来到松原别馆 影诗品文 松原户外的木栈道和生态池 穿梭错立在松原之间 你可以拿着单反相机在这里徜徉取景 又或者坐下来喝一杯有松针的下午茶 看看书 真是十分休闲自得 沿着松原前面的美轮坡往下走 还没过美轮溪的中正桥前 有一个日式的老屋社区 这里被当地人称为陆军港 是因为清朝的时候 有驻军驻扎在这里而得名的 2008年的时候 这里曾经因为受到台风侵袭 灾损严重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 这里的民生社区居民们 积极保护老宿舍 成立了环保清洁队 并且投入到社区营造和古迹修复中 也让这些老宿舍能够风华再现 成为花莲人永远的历史记忆 来到这里 你还可以顺道走访美轮溪 这条溪流穿越了花莲市区 水缓而清澈 常常有鱼儿跃出水面 真的很适合游人在这里漫步缓行 体验花莲的慢生活 好滋味 来到花莲 有时间去逛逛吉安乡 这里是花莲的副都心 很多人在花莲乱逛逛 逛到了吉安乡都不知道 过去这里是日本人的主要移民村之一 在吉安有一座保存完整的日式寺院 名叫庆修院 原本的格局被完全保留下来 日据时期 这里供奉不动明王 以及必杀门天王 而等到台湾光复后 顺应了当地人民的宗教信仰 改奉释迦摩利佛和观世音菩萨 在花莲市与吉安乡的交界处 有一个自强夜市 这几年 它快速崛起 成为了花莲夜市界的新兴力量 自强夜市不算大 但是麻雀虽小 武藏俱全 还有很多其他夜市的老牌小吃 不断地加入到这里 这里的老板 普遍比较年轻 活泼 能开玩笑 之前也和大家提过 花莲是一个多元族群融合之地 所以如果你想观察这样的景象 最好的地点 就是去逛逛当地的传统市场 从食物的角度 可以看花莲人的日常生活 花莲最有特色的传统市场 位于吉安乡中山路和中华路交叉路口的黄昏市场 如果你顺路逛到了这里 可以看看各色各样的族群小贩 他们叫卖着自己的食材 而除了在其他传统市场 你可以见到的一般生鲜汤味 这里也会有少数民族常吃的野菜 比如山苦瓜 腾心等汉人不知道怎么吃的植物 而当地的阿美族人经常自嘲 他们是最会吃草的民族 在市场里 你甚至还会看到整盘的活窝牛 不过 有密集恐惧症和害怕软体动物的人 建议你还是小心谨慎吧 最近这几年来台湾旅行 很流行少数民族美食餐 花莲很多五星级酒店的主厨们 都会蹲在市场里 跟阿美族的妈妈们逃近户 了解他们的烹饪秘方 传统市场里 你看到了会汗如雨的小贩 他们除了心情叫卖外 临近的摊位经常聚在一起 聊天 抬杠 十分的和谐 大家不分族群肤色 一起为生活打拼奋斗 展现出花莲人 幽默乐天 而又坚韧的市井生活 另外 早市的寿风火车站前 重庆市场 美轮市场 也会有野菜贩卖 如果到了花莲 你只是去看七星潭 太鲁阁 而没有去逛过野菜市场 我想你的东部后山之旅 肯定少了些什么 当然 如果遇到了那些亲切可爱的 阿美族妈妈们 记得跟她聊上几句 吉安乡的阿美文化村 专门提供游客欣赏阿美族的传统舞蹈 以及民俗演出 平常很多旅行团都会将这里设为一个旅行景点 有的游客对于这些指定的旅游景点可能会抵触 不喜欢这种表演形式 觉得太过商业化 不过我个人觉得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 的确 现在很多的落后地区的旅游景点 就是靠这种原生态的商业化的旅游模式 才会让更多的少数民族青年们 不用背井离乡 而是自愿留在家乡 一方面保存着传统文化 另一方面让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越来越有保障 一举多得 何乐而不为呢 言归正传 在阿美文化村里 还卖些少数民族的手工纪念品 这都是一些部落工坊的产品 价格倒不算太贵 如果喜欢倒是可以买一些 接下来我们的旅行 转入到花莲的寿丰地区 进入花东纵谷后 就是属于寿丰地区的广袤土地了 这个区域因为位于鲤鱼山的南路 所以过去被称为鲤鱼尾 而寿丰地区的河床第一带 更是清朝年间 汉人来花莲屯肯的初始据点 鲤鱼山里藏着一座鲤鱼潭 我想每本台湾的旅游书都会写到鲤鱼潭 对于一般的台湾观光客来说 这里的确是花莲的旅游圣地 可是对于大陆的朋友来说 来到这里你会觉得 它就是个被群山包围的小湖呀 这样的景点在大陆到处都是 恐怕连3A景区都排不上 如果你正赶着环台旅行 这里的性价比 你可能会觉得有点低 看了之后 恐怕会感到失望 甚至发怒 觉得根本就不值得 被导游推荐给自己呀 不过 鲤鱼潭的美 在于夜晚 尤其是萤火虫发生季时 你在清幽的环弹步道漫步 就可以看到萤火点点 迷幻动人 萤火虫多到会把你包围 十分的浪漫 可是那些旅行团 大部分只会带你在白天来到这里 你当然会觉得枯燥无味了 说到寿风 还要给大家介绍 目前华东唯一的一所 综合型大学 东华大学 它的校本部占地 十分的广袤 大约有251公顷 据当地的老人说 当时东华大学 在买地时 原本只是想买250公顷地 后来得知当地的知名饭店 理想大地 占地也有250公顷 创办者认为 唐唐大学 怎能逊色于财团呢 于是将校地面积 增加了一公顷 成为了如今 251公顷占地的 东华大学 关于东华大学的校名 在建校之前 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最早的时候 原本计划校名叫 花东大学 因为 花东地区 没有高等院校 后来又有人认为 不如取 华东大学 理由是在 中华之东 并且称 反正 华 就是 花的古字 两个字是相通的 但是这个方案 在20世纪90年代初 引起了社会上的 轩然大波 甚至上升到了 政治高度 两方争吵不休 最后 折中 取名为 东华大学 东华大学 有着广阔无垠的 大草坪 给人 开阔 畅朗的感觉 清晨的时候 如果你在这里散步 常常 还会在草地上 撞见很多 宝玉类的动物 比如 环景质 台湾野兔等等 而草坪旁的建筑 则大多采用 欧式的学院风格 红砖色的 基本色调 再称以花莲的 清澈蓝天 更加显得 醒目耀眼 在校园内 有三座湖 东湖 华湖 小华湖 除了东湖 比较容易寻找外 另外两座湖 都是只有东华人 才会知道的 私房景点的 由于地点隐蔽 华湖 甚至已经成为了 燕鸭科鸟内 气息的地点 东华大学 天宽地阔 绿草如荫 是台湾西部地区的 院校学子 完全无法感受体验到的 也被人们称为 全台湾最美丽的大学 经常会有人 在里面拍婚纱照 以至于 在台湾 有些地图册里 东华大学 被标的 不是学校的图标 而是观光点